好 還要來看到 高雄一名騎士跟貨車發生了碰撞 騎士當場失去了生命之象 而在岡山 則是有騎士遭違規的休旅車撞飛 搶救了三天宣告不治 在彰化則是有駕駛酒駕逆上 撞上了騎士 造成騎士死亡 十字路口車流量大 車身中74歲女騎士出現 後方大貨車緊跟而來 下秒發生碰撞 女騎士原車倒地 安全帽喷飛 當地車來車往 好心民眾見撞 趕緊把自己的機車打橫示警 立刻報警 遺憾的是 74歲女騎士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警方到場發現 車禍當下有不小貨車微停入口 駕駛說是故障才停在那裡 有沒有相關造責 警方一併釐清 转往岡山 24歲女騎士綠燈過入口 橫上休旅車突然竄出 碰撞力道強勁 女騎士送醫抢救三天 宣告不治 警方出判駕駛疑似闖燈亮過 轉網張掛 這部車經過來了有沒有 黑色自小客車行徑 沒多久就件電線上下搖晃 車子涉嫌開成逆向 撞上騎車的越南籍移工 對方混沌喪命 車禍也撞毀電桿 當地一度停電 工程人員緊急更換電纜 接連死亡車禍真的得掃心 別害人害己 記者綜合報導 儀levant 衛生 助理 遭 遭